身心障礙聯盟製作了國內第一本 以身障者為主題的身心障礙者懷孕手冊 提供身障者在懷孕期間 應該要注意的事項 以及如何去尋求資源 聽障者在身格為人母之後 照顧孩子上 會遭遇聽不到孩子哭泣聲 無法及時照料的困擾 還有視障者 因為看不見 懷孕時無法分辨是破水 還是出血 甚至去做檢測的不方便 都讓他們非常困擾 為了幫身障媽媽化解焦慮 身心障礙聯盟出版的身心障礙者懷孕手冊 針對視覺 聽覺 心智 以及行動不便等的身障者懷孕 提供詳細的注意事項 手冊上 清楚說明身障者懷孕後 要做什麼準備 以及如何尋求資源 就是希望說 讓更多有志成家 跟懷孕的身障礙者 能更瞭解 國家的資源在哪裡 他可以做些什麼 更重要的是 懷孕不是媽媽一個人的事情 是需要周圍所有的人 一起去做資源 它是一本非常完整 我相信一定可以來 給我們的身心障礙者 能夠一個很好的 一個建議跟協助 聯盟強調 我國18歲以上的身障者 超過7成有生養子女 出版手冊只是一個開端 今年也計畫編制 身心障礙者育兒手冊 希望這些手冊 能給準備懷孕 或是懷孕中的身障者 更多的信心與方向 記者陳嘉欣 張子嘉台北報導